好的 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杰斯家人 分享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消息 我们杰斯YES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是我们产品研发最核心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其中在基础营养素的部分 我们目前除了有AMPN之外 还有一款已经在全球其他地区上市 而且获得很大的回响 同时还可以跟AMPN 完美的搭配的产品 那就是LiVeta Blue 我想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AMPN主要是透过生理时钟 让我们的日夜得到呵护 而LiVeta Blue 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循环力 大中华区即将 预计在即将的不久的将来 也将引进上市 让我们所有大中华区的产品爱用者 还有我们所有的经销商 都可以直接在后台来选购 同时让我们大中华区的 夜市系统的所有的产品更加的完整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的兴奋 那在我们介绍我们博士 来介绍LiVeta Blue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的视频 Sourced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crisp waters of Oregon's Upper Klamath Lake Jeunesse has developed a patent-pending formula enhanced with blue-green algae see buckthorn berry aloe vera and coconut water this botanical beverage mix is designed to help nourish and support your body introducing Revitablue formulated by a pioneer in stem cell research RefreshingRefreshingRevitablue contains three legendary plant-based ingredients Blue-green algae Algae also known as AFA A Aphanizomenon Flos aquae is found and extracted from Oregon's pristine Upper Klamath Lake Blue-green algae is world-renowned as one of the most nutrient-dense foods on the planet Harvested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see buckthorn berry is packed with antioxidants and has been used for centuries in Chinese, Mongolian, and Tibetan traditional medicine for longevity and vibrant health grown in tropical climates around the globe Aloe vera has been used for almost 6,000 years for its wellness benefits Taken daily there is no question Revitablue will be the go-to product for your life and lifestyle Revitablue Your best you Stem cell的数量 和活力 对老化的速度 还有健康的程度 都有关键性的影响 如何提供适当的营养素 来活化身体的机能 以及促进循环 相信是每个人所关心的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 我们科学研发顾问 同时也是干细胞的研究专家的 Christian Droppel 来跟我们谈谈干细胞 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并且告诉我们 如何能够增加循环干细胞 来促进健康 现在就让我们来邀请 Christian来到线上 与我们的来分享 Hi Christian Christian Pau Depau 您好 您好 非常欢迎您 可以来到线上 跟我们分享这个新的产品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产品 已经非常久了 所以现在时间就交给您了 好 非常感谢 Mark 对 真的非常感谢 我知道 我们杰斯的团队 也是非常的努力 要把这个产品 带到大中华区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荣幸 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边 那我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Revita Blue这个产品 它到底是什么 Revita Blue这个产品呢 重点就是放在干细胞 它的专注 它的目标 就是放在干细胞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产品的目标的话 其实当然我们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干细胞是什么 其实基本上我们的身体 一直到最近 其实有很多医学上 大家都不了解我们的身体 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对干细胞这么有兴趣 就是因为大家发现 整个科学界 他们都发现 干细胞 它其实有非常强的修护功能 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 开始对干细胞有兴趣 这是为什么你看新闻 你到处去你都可以看到 到处都有干细胞相关的资讯 因为现在大家了解 干细胞它其实充满了潜力 那大部分的时候 你读到关于干细胞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的时候 你可能会听到说 我们身体的干细胞 可能会来自你的血啊 或者是脂肪或者是骨髓 然后你去操纵了之后呢 再放回身体里面 然后这样子做是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干细胞它有非常强的 这个修复的潜力 可是这些细胞 用来做这些不同的治疗的时候 其实它一开始 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在你的骨髓 在你的血 在你的脂肪细胞里面 它其实你一出生的时候 这些细胞就已经在你身体里 其实你不会说把它拿出来之后 再放回去 它就变得更有效 所以它本来就在你的身体里了 那如果它真的有这么强而有力的 这个修复功能的话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的研究 过去一直在探讨 在过去20年在探讨的就是说 如果干细胞真的这么厉害 然后一开始就在你的身体里的话 那到底干细胞在体内的时候 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不用把它萃取出来 就是直接在身体里 就可以去释放它的潜能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法 来让我们可以达到最佳的健康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想要研究 想要探讨的问题 那要去了解 Revita Blue这个产品 在做什么的话 所以刚刚我就提到 我们要更了解干细胞 所以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干细胞是什么 其实最好可以解释干细胞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去想一下 不是干细胞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有的干细胞 所有的细胞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体细胞 就是你可以想得到的细胞 你的皮肤的细胞 你的心脏细胞 你的脑细胞 你的肺 你的胰脏 你的肝脏 这一些肌肉 内脏里面所有的细胞 都是所谓的体细胞 那这些细胞它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它没有办法去扮演别的角色 它没有办法变成别的细胞 那大部分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样子 那在另外一头呢 则是有干细胞 它是在天平的另一端 其实干细胞在体内 它本来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 它其实在身体里面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它的功能 其实就是一个后背 除背干部的概念 它可以变成不同的体细胞 所以你需要肺里面多一点细胞 大脑里面多一点细胞 或者是肌肉里面多一点细胞 所以干细胞就可以变成那些细胞 可是历史上来说 干细胞 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好像只能变成 鞋里面的细胞 因为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好像1905年左右吧 当时就有一些观察 讲到说在我们的骨髓里面 可以找到一些细胞 然后这些骨髓里面的细胞 其实跟我们的鞋管里面找到的 像是白血球 红血球 鞋小板 刚好长得很像 所以很像 所以当时大家其实就知道 骨髓跟血 干细胞跟血是有一些关联的 那可是一直到大概2000年之后 应该说到2000年之前 大家对于干细胞的理解就只有这样 可是后来我们现在 对于干细胞的研究 就是有更多的发现 我们后来才发现 其实骨髓里面的干细胞 它是可以不仅是变成 黄血球 白血球 还可以变成我们的心脏啊 肺脏啊 或者是肺脏啊 肾脏啊 大脑里面不同的细胞 各式各样 我们身体里面不同的细胞 这些干细胞都可以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这可以算是我们 近期医学最重大的一个发现之一 那这其实也是很近代的一个发现 这大概不到20年的时间 所以以这么长的时间轴来看 根本就像是昨天才发现的一样 所以一直到很最近 我们才发现原来骨髓里面的干细胞 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体内的细胞 所以根据这一个发现 我们就开始 我跟我的同事 我们这些医师就开始在思考说 如果干细胞可以变成心脏的细胞 大脑的细胞 肝脏的细胞 那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在体内 这样子看起来没有用的干细胞 如果它有办法 可以变成各种不同体内的组织 可以用的细胞的话 那干细胞 应该就是修复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关键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行了很多的研究 18年将近20年之后 我们现在就更了解干细胞 它扮演的角色 我们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不同的研究 都显示出 这一些干细胞 它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 现在我们就更加的了解 所以就像我们有免疫系统 然后我们有免疫的细胞 就是你的淋巴 可能会释出这些免疫的细胞 然后它会跑到 你有受伤或者是有感染的地方 就是我们体内的淋巴 就是用这样子的机制 去对抗外来的病菌 那其实我们的修复机制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你的身体里面 你任何时候 你受伤的话 你可能破皮或者是骨折 你身体只要有任何的受伤 然后导致你身体的机能被影响了 那被影响的这一个地方 它就会释放出一种物质 那这一个释放出来物质之后呢 它就会跑到骨髓里面 它就会触发我们的干细胞 然后在二到五天之内 我们受伤的二到五天之内 我们血液里面循环的这些干细胞 数量会增加十倍 所以这一些干细胞 它会跑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 可是在第二第三天的时候 它的这个数量会达到巅峰 然后我们受到影响的这个身体部位 它就可以开始 这个地方的血管 就会有更多的干细胞 然后它会开始往这个地方 从血管释放到那一个组织里面 然后干细胞 它碰触到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受伤 或者是被感染的这个部位 干细胞它就会到那里 然后开始去繁衍 然后变成它要去修复 然后要去取代的那些细胞的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体内的修复系统 所以就像我们有免疫系统 我们有这个中枢神经系统 我们其实体内有一个修复系统 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然机制 可是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到最近才发现 那这也是为什么 这些医疗的发现非常非常的重要 根本是重大的突破 因为我们发现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机制 它是像一个系统一样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自己修复 然后保持健康 那如果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的话 我们应该就可以更能够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这一点 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去释放这一方面的潜能 所以我做了这么多的研究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研究 我们当然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再去探讨 可是其实重点 我跟大家讲重点就好 有三个最重要的结论 这么多的干细胞的研究里面 其实有三个最重要的结论 其实这里的重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干细胞的数量 在我们血液里面循环的数量 跟我们身体健康之间的连结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 你体内有越多的干细胞在循环 就表示你有更多的干细胞 可以去参与修复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两个人 他们有同样的问题 可能他们都骨折好了 那第一个人 他如果有比较多干细胞的话 他的骨折好的就会更快 其实在世界上各地 我们可能身边 你可能都有看过类似的例子 就是大家受伤之后 我们身体修复的速度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很快 那有的人他比较慢 那这就是要看他的身体里的干细胞 所以如果有比较多的干细胞 就可以更加的修复的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问 那那些修复能力没有那么好的人 如果你可以让他有更多的干细胞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去加强他的修复能力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所以一样我们做过了很多的研究 有各种不同的模型 那这些研究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有骨裂啊 或者是这个破皮 这个是各样的 基本上我们身体上任何的一个器官 任何一个组织只要受损 他的这个修复的程度 或者是修复的机制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样的 只要哪里受伤了 干细胞就会被吸引过去 他就会流到那一个身体部位 然后进行修复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 可以让更多的干细胞 进入到你的显异循环里的话 他就可以去增强 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机能 让你的身体可以修复自己 那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结论 其实跟前两点也是有关联 前两点我们已经知道 如果你有越多干细胞 你就修复的越快 那如果你可以让身体里 有越多干细胞 那你就可以加强你的修复能力 那第三点 就是其实我们要反过来讲 如果你的干细胞 循环的比较少的话 那你其实就表示说 你有更多老化相关的风险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 没有受伤啊 我们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可是你可能只是想要保持健康 你不想要变老 你想要维持你的身体的强壮 就算七八十岁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 这是大部分人想要的事情 那这也是为什么第三点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这里第三点再讲久一点好了 其实我们体内的红血球 血小板白血球 我们每个人的数量都不一样 大家都不同 其实是有一个一定的范围 有一个健康范围 就是你的红血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去做这个抽血的 然后医生会告诉你说 这样的数值 在这个之间是比较健康的 他会给你一个范围 那同样的 我们的干细胞也有一个健康的范围 那现在当然科学家还在想办法去厘清 真正的范围大概是多少 可是我们知道 如果你在这个范围的比较低标的话 这就表示你每一天 如果你不跟别人一样去补充干细胞 然后去修复你的身体的话 你每天的身体累积下来的这一些老化 这些损伤 最后就会让你有各种不同的健康的问题 就是跟老化相关的问题 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地 我们讲到医疗 讲到疾病的时候 或者是讲到健康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出生我们成长 然后我们达到2025岁的时候达到巅峰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走下坡 因为我们的细胞开始老化 开始死掉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有各种不同健康的问题 所以举例来说 你如果你的胰脏 你的细胞在胰脏开始丧失功能 你就会有这个糖尿病 因为你没有胰岛素 那其实在身体的各个地方 我们都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可是其实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的细胞就开始在丧失 我们随时都有细胞在死掉 随时也都有新的细胞去补足它 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修复的系统 就是我们比如说身体里面 可能有哪个地方缺损 那这些算是人体的维修系统 它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那像干细胞呢 其实就会去把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 包括说像是肾脏啊 或者是肝还有大脑所有的地方 它们会去填补这些受损 并且赋予新生 所以其实在我们每天 就是有新的细胞来产生的时候呢 其实干细胞也会有耗损 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学里头 有多少干细胞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就是一个平衡 有点像是你的银行账户 那只要就是你进账呢 跟你的支出两个可以相合 那表示你的平衡是好的 所以像我们的干细胞也是如此 所以你每天耗损的细胞呢 如果跟你这个干细胞 可以来填补这个量 是配合得起来的没有问题 那但是随着我们变老 那实际上呢 人体的奥妙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血球 我们这个骨髓 它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大概在二十五岁 大概在二十岁以后 那多数的我们的骨髓 它已经会变成黄骨髓 所以这个黄骨髓意思是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像之前产出 那么多的干细胞 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 我们这些细胞修补的需求 所以呢 我们会感觉到就是与老化有关的各种征兆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修补 或者修补细胞的工作完成 去击败老化的话 那当然关键就是干细胞 那这当然是我们老化领域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学说 就是随着我们老化的同时 这个干细胞的数量减少 那干细胞减少会让我们体验到 我们会去感觉到所有这些老化的问题 这都是因为干细胞数量减少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有许多的研究都已经做了相关的证实 那并且有一些研究到甚至去数 去计算所有的干细胞 就是当人们比如说跟出现了跟老化有关的问题 像是跟骨头啊 或者说是跟胰脏 或者是肝脏皮肤等等 他发现一些这个老化迹象 或者说像你的心血管 你觉得像神经系统 你觉得这个老化迹象显示的时候呢 就是你感觉变老了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呢把这个个案他们来去算 我们去算他们的干细胞 通常就会发现他们的干细胞 至少已经少了一半 就是跟同样年龄的人相比 这些出现老化迹象的人 他们身体里面的干细胞数量是比正常 就是从即使是同年纪哦 但是没有感到感觉到老化迹象的人 不健康的人少了一半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干细胞 在血液里头循环 才能让人体可以自然的启动这个修复的过程 那如果你体内这个循环的干细胞数量不足 意思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每一天 随时随地都想要保持健康 换句话说 你的干细胞数量一定要足够 才能够确保你就是随着这样日子 一天一天过去 你年纪变大 但是你依然保持健康 这非常重要 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开发的Revita Blue 那因为呢 这是在干细胞研究的领域呢 其实过去我们研究有20多年的历史 那我自己也在这个领域相当的活跃 我有做过了很多的研究 20年前 那其实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成分 是树丝藻 那其实这是在海洋 大部分的藻类呢 都是海洋生长 那这是在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 很纯净的上高地的湖泊里面生长的 所以一般来说 处理像是发炎 还有像是免疫 那还有像是这个疲劳 那其实这是藻的功用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树丝藻 也是俗称的蓝绿藻呢 那大家都是应该是它的对辣功效 耳熟能详了 所以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复合物 它可以支持像是像发炎啊 或者说是免疫功能的提振 那事实上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 他在使用之后 就是他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解释 就是其实有很多分子 这个树丝藻的分子 它其实去刺激到了 它的心血管的功能 就是包括说像是大脑还有肺 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蓝绿藻 这个树丝藻啊 有很多很神奇的功能 所以树丝藻的这种就是保健的 养生的这个故事说都说不完 那基本上就是它对于人体呢 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神奇的疗效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我们就很想要去知道 就是像这样树丝藻 它可以在这么多方面 改善人体的健康 到底要怎么样应用呢 那有一天我记得我的同事 他就是记得了一篇文章 那这个研究里面 他就在记录就是干细胞 如何变成脑细胞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就去看了参考文献 那他也在记录就是干细胞 它如何变成心血管细胞 那还有心脏的细胞跟肝脏的细胞 那其实干细胞呢 它其实可以去与我们人体的 自然的修补系统相辅相成 那另一方面有个假说 如果像这样的产品 如果它就是算是 有点像是开启 我们人体里面小鞋的开关 有可能有可能这个产品 是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干细胞的释出 那其实身体的正常运作 方方面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有很多这个神奇的成分 它对于人体有一些难以解释 有一些益处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 是不是有可能 它也对于这个干细胞的释出 或者说对于正常干细胞的含量 是有帮助 于是我们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实验室里头去做实验 然后我们就去测试 我们就在测试这个树丝草 的确它就是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就服用了树丝草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学医中循环的干细胞数量变多了 可以看到这个数量 它是一个钟摆形 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左右呢 这个数量是最高的60分钟 就是横轴的部分 然后再这样渐渐地缓下来 所以呢 它就可以这个增加我们血液里头 这个干细胞的数量 那可以把它送到我们人体 不同的地方 那基本上呢 这干细胞就会去协助 修补我们的组居 那所以就是保健 所以这有可能就是树丝草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样 帮助人们长寿养生的秘密 所以事实上树丝草呢 它的功用 既然正是如此 那我觉得其实世界上呢 我们要有这个神龙长白草的精神 不可能就一个植物 有这种功用吧 所以我们就是去找 其他的这个植物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杀吉 那杀吉呢 事实上在中国 已经有2000年 这个应用的历史 但是我们发现 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杀吉 我们去看这个过去的中药史呢 那事实上 杀吉过去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Ebo 5 其实在英文里面 拉丁文 拉丁文里面 就是它是发光的马 是很有趣 因为它长得像这个 这个一个角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在中国的应用呢 是比如说战场上 这些战马 他们就受伤的时候 倒下来的时候 就会用杀吉去 就是帮助马 可以呢 疗愈他们的创伤 所以呢 就有点像是 其实 这是 在Ebo 5 这是拉丁文的名字 这以前也是如此 就是在西方 他们过去也是这样 来命名这个杀吉 那在中国呢 我们有2000年 这个杀吉呢 其实我们也发现 它对于像胰脏啊 还有心血管 还有肺 那还有像是皮肤 我们对于这个伤口的愈合 跟修补都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呢 在心肺 还有胰脏 那还有皮肤当中 其实 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再去思考 这根干细胞 也是很有可能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杀吉 也是带回去实验室里头 做研究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文章 就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跟论文 我们就发现呢 使用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这个循环的干细胞 也一样在服用这个杀吉之后呢 快速地增加了 那当然它就是释放出货 它其实它是比较像是高原型 一个持续的释放 那当然细节我就不需赘述 那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增加 我们血液里头 干细胞的循环 那再来是在马达加斯加的芦荟 那这边有个很特别的芦荟 那基本上 它是从马达加斯加 我们就是在那边采摘 然后带到在中国这边 对不起在美国这边制造 它可以增加 一样增加我们循环的干细胞的数量 所以基本上Revisa Blue呢 我们树丝藻富方充盈呢 就是把我们的沙基浆果 树丝藻还有这个芦荟 就是把这些对身体有益的 这个重要的成分 尤其是针对这个在实验中 我们的实验中证实 可以帮助干细胞数量增加的 这些成分呢结合起来 让这些干细胞有更多的机会 来修补我们体内受伤的组织 所以呢 希望大家记得就是可以理解 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除了免疫系统之后 我们也有这个修补的系统 修复的系统 那基本上有一个参数 很重要 你要看修复系统 强不强就是看你的干细胞数量 有多少干细胞可以帮助你 做到这些不同细胞的修复 你干细胞数量越多的时候呢 那当然你的身体能够 修复的组织就越多 也可以维持更好的健康 所以在杰斯呢 我们在设计 还有就是我们在就是为这个产品 规划的时候 就说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天才 基本上呢 如果你的血液里头 有更多的干细胞 可以循环的时候 真的就是像奇迹发生一样 可以让你成为 就是在你这个年纪最好的自己 它持续的支持你身体 所有的系统就是做这个新陈代谢 跟修补 所以我想这就是Rata Blue的故事 那接下来就是时间交给Mark 好的 谢谢博士 我非常惊讶 真的 这背后有这么精实的科研 那并且你说的真的是深入浅出 非常好懂 我觉得非常感谢 好 我简单的问一下 您几个问题好吗 好 您刚刚就是讲到 干细胞 它会从骨髓这里释放出来 到血液当中 它是适用所有人吗 即便是这个老人 比如说七十岁八十岁的人 都可以用吗 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你必须了解 其实这个骨髓 它释放出这个干细胞 其实从你出生那一天就开始了 所以 基本上这是一个 你会自然产生的过程 那基本上 你看 比如说你看沙吉 还有这个芦荟 芦荟有使用四千年的历史 沙吉有两千年 所以这些植物呢 都有这么多年 这个被人类安全应用 作为要用的这个历史 非常的安全 所以它们在人体上 它能够带来的效用 就是我们也都眼见为凭 那我们做这开发这个产品呢 也是就是依据我们过去老祖宗的智慧 所以我们设计这个产品 我想我们是以尖端 尖端前沿的这个科研来制作 那基本上 如果 我只能说就是 在干细胞的二十年的研究呢 我想我们就发现在你人生当中 任何年纪任何时间点 如果你可以增加干细胞数量的循环 你的身体一定会更健康 这是干细胞研究的结论 那真的我们就很幸运 在杰斯有这样的产品 那我想每个人都会预期呢 就是引颈期盼 早点来到大中华区 谢谢Christian 谢谢您的时间 好的 我们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的兴奋 听到了刚才 博士所带来的分享 我想相信各位也跟我一样 都非常迫不及待的能够体验到 这个素食藻富邦的饮品 所带来的益处 刚开始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告诉各位它的中文名 那我在最后的时候 各位也看到我们的包装了 素食藻富邦就是我们未来上市的中文名 所以呢 这个已经我们已经加速相关的上市的作业 请各位稍微的耐心等待 同时呢 我们也在积极开发专属大中华区的产品 各位即将我们也即将在 未来会包含提升肠道机能 所需的最高级的益生菌 让我们拥有更好 更高品质的生活 还有健康的身体 请各位拭目以待 好 接下来呢 我相信各位也到最后的时间 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时间 我们很高兴的再次邀请到 我们全球策略总裁 Scar Lewis来到线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